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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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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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点击左侧的Windows更新 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下载并更新Windows 11 Build 26236 更新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系统更新完成后 打开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点击左侧的系统 右侧选择存储 点击临时文件 等待刷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 也就是更新包 大约10.6G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现在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直接查看C盘当前的空间 已经被清除了10.6G 点击 点击删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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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pay分之三 点击删除文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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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点击左侧的隐私和安全性 右侧鼠标拖动滚动条到底部 点击Generative AI 此处可以对和AI相关的软件权限进行设置 要使用最新的开机登录动画 需要在Windows 11中登录Microsoft账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新启动计算机 注意此时的登录界面 上方会显示一个欢迎回来的标语 最后一个分享的内容 现在可以通过AI自定义生成Microsoft Edge浏览器的主题 首先将Microsoft Edge浏览器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点击左上角的头像 登录自己的Microsoft账号 请注意要使用AI自定义Microsoft Edge的主题 必须登录Microsoft账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建一个标签页 输入视频中的URL URL已经放到视频简介区 点击下方的Suppress Me 点击Create Film按钮 随机生成一个主题 看看效果 在图片下方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或者可以自定义颜色 点击Apply Film按钮 应用该主题 Microsoft Edge会立即生效 新建一个标签页 就可以看到该主题的背景图片 再来生成一个自定义的主题 所有男生都应该会喜欢这个关键词 点击Create Film按钮 在图片下方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点击Apply Film按钮 应用该主题 新建一个标签页 就可以看到该主题的背景图片 主题可以共享给其他的Microsoft Edge用户 点击Share按钮 点击Download Image 可以下载整个主题图片 点击Copy URL 将URL发送给自己的朋友 他们就可以使用和你一模一样的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是由AI生成的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感谢观看 扶桑